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晶莹的涓涓细流从布满翠绿青苔的岩石上滑下 形成了清秀又温馨的天然水晶珠帘 从而构成了一幅幅令人陶醉的梦幻画面 比格尔瀑布因比格尔泉水而得名 泉水在穿越阿尼纳山的比格尔山洞之后 最终落入米尼斯河 因此比格尔瀑布也被当地人称为米尼斯峡谷的奇迹 而且当地还流传着关于比格尔瀑布的一个凄美的传说 相传当地有一家人一直没有孩子 绝望中去找吉普赛女巫求助 女巫告诉女主人 如果喝下比格尔瀑布春天里的水就可以梦想成真 但如果出生的是个女孩 那她长大后将绝不能坠入爱河 因为这对她来说将意味着死亡 预言总是那么无情 女主人果真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孩 女孩长大后 与一个名叫比格尔的年轻人相爱了 早与一只结果的父母将女孩锁在了一个山洞里 即使女巫也不能解救女孩 但女巫却可以帮助女孩与她心上人比格尔团聚 可这样的团聚仍旧无法摆脱那该死的命中注定 女孩的泪珠顺着秀美的长发一颗颗的落下 女巫把女孩变成了瀑布 一阵清风将比格尔带到了女孩身边 两个相爱的人从此永远的团聚在一起了 比格尔瀑布位于罗马尼亚西部 卡拉什塞维林县的五七壁公路的路边 恰好也是北纬45度 赤道和北极的正中间 如果能去一次比格尔瀑布还真是意义非凡 尽管这些轻慢滑下的水晶珠帘 脑海里回荡着瀑布的传说 你是否感受得到比格尔瀑布隐藏的那种凄美和悲凉 会不会让你联想起 几十年来那些曾经不论男女都可以哭的惊天地气鬼神 而且频率极高的一把鼻涕一把累的被受追捧的 一步步热门苦情大息呢 来一次旅行长一点知识有什么问题 请留言混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我们行永不离 感谢观看